镜头转为国内来看到是台中市卫生局的食安处验出台糖梅花猪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 中央和地方复验的结果昨天上午出炉了 食药署验出西部特罗0.001ppm 台中市则是验出0.002ppm 但是农业部表示呢扩大清肠肉猪场 但是还是零减出就唯独那一代简体验出西部特罗 究竟这个剧毒禁药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又该如何追溯来查诊 所以已经确认是含有西部特罗 台糖猪肉验出瘦肉精引爆中央地方战火 如今敷验结果也出炉 它的量是零点零零一ppm 没有超过零点零零一五 所以我们是判定为零点零零一ppm 今天早上九点半 就确认一个数值 那我们的数值就是零点零零二ppm 中央地方同时召开记者会 这代台糖安心豚猪肉确定含有 瘦肉精西部特罗 此外农业部也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从上游到下游抽查整遍 唯一检出西部特罗只有这袋猪肉 难道这包是天选之肉 之类的肉的包装我们打开之后会先取适量的肉来做菌子 浓缩成这样子的一瓶检疫 最后的质朴仪假如设定没有问题 校正没有问题 其实机器是相对最稳定的 直击民间实验室不管是检体罐还是检疫器都经过层层把关 直连食药署长吴秀梅都喊出数据非常接近侦测极限 猪肉会不会在二次送交台北复验前 在台中实验室就遭到污染 毕竟西部特罗斯管制禁药相当稀有 一般民众根本无法取得 在台湾只有实验室会跟供应商买 而且价格比黄金还贵 送来实为粉末状 检验前得先配成甲醇才能进行检验 只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林永健说 实验室污染几率偏低 因为样品送到实验室后 会做成空白添加重复标准四个品管样品 空白样品也应该减出污染 究竟西部特罗从哪来 空白得等到年后专家会议 才能水漏使出 记者陆永恒人凯台北长报道